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作为一个小品座的体谅 玩到最后 你见多时光的牛爷爷居然破防了 这么奇葩的作品 赶紧来看看到底讲了什么 我们的男主小齐小太郎和青梅菊珍希 从小情投意合 是一对幸福的恋人 而一场车祸直接带走了珍希 让男主痛不欲生 无法自拔 就在水米不尽颓废生活之际 暗恋男主很久的秋山彭乡 清尽全力照顾着他 最终让小太郎走出阴霾 十年后秋山彭乡 已经改名为小齐彭乡 并有了一个可爱的五岁女儿蒙香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但是珍希总是出现在男主的梦里 且越发平凡 而在珍希去世十周年的 即日那天 男主被雪天打滑的大货车 撞到中毒昏迷 等他醒来却发现 早应该已经去世的珍希 居然是自己的太太 而原来自己的妻子早已是家庭主妇的彭乡 却是个已经七年没有联系的上班族 他恍然觉得自己可能来到了另一条世界线 为了搞清楚情况 他约见了彭乡 那么在现在的世界 男主到底是选择 绝不放弃原来的妻子彭乡 还是眼睁睁看着他 落入他人的怀抱呢 本座从构架的轮廓上 似乎有一点点君望的影子 比如大量运用现实线和回忆线交替叙述的方式 不但把几个人物关系的来龙去脉 交代得非常清楚 而且表达的层次相当分明 在错乱的时空背景下 昔日妻子彭乡的距离感 让人扎心 而逝去恋人的重现 让人仿佛身在梦里一真一幻 人就是这么贪心 当你总是回顾往昔的 不可得 各种常然若失 而当你真能冤梦重温 你又会难过曾经拥有的那一份真实的触感 对这两个生命中都极其重要的女人 经历过的体验 都是如此浓烈厚重 那么选择谁 就变成了一个不堪重负的枷锁 但当我们仔细拆解了本作的整体结构以后 就会发现 它和君旺是有本质区别的 本作的两个结局加提一 是一个递进套现结构 最终形成一个连贯的闭环 剧本是下了心思的 本作的两大女主塑造的非常好 横乡的孤独坚守 让人怜爱 所以当男主出轨横乡的时候 闷心自问 你真的能苛责 他是背叛了和珍惜的爱吗 他只不过是想取回失去的十年时光 和共同生活的记忆罢了 虽然也许我们心怀愧疚 但是每个人都是如此 没能得到的永远在骚动 而珍惜这个角色造就了本作最大的泪点 那一场寒酸的婚礼 了却了他多年的遗憾和执念 当他们决定活在当下 然后向前努力走下去的时候 我们能清楚地感到时间的飞逝 日常点滴的宝贵 两人短暂的时光 终将成为回忆里闪闪发光的瑰宝 当男主最后一次出门 珍惜在身后说出那一句 走好小太郎的时候 相信每一个玩家都会眼眶湿润 而到故事的最后 当我们看到咖啡馆留言板上 那一句不知道是谁的留言 终于引爆了本作 埋藏许久的最强了一点 打到你牛爷爷完全破防 我一直以为年纪大了以后 感情会顿化 触感会麻木 但在这一刻珍惜完完全全的打动了我 综上所述 Remember最爱的妻子 在其他男人怀中微笑 另一种可能 我给86分 千万不要被他的名字迷惑 他和NTR几乎没关系 你以为的NTR福利 也不过是难科一梦 本作的真和 妥妥是一个气息纯爱 所以纯爱党尽管放心进来 牛头人来凑个热闹 也并非不可以 就当做个春梦呗 本作的画风 色气度相当不错 福利 实用度在线 作为一个小品作 从游戏的长度来说 一个晚上即可通关 但剧本的完成度和质量 完全称得起是精品 两大女主塑造的让人 难以取舍 打动人心 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样的好作品 不应该被埋没 青春阿普强力推荐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 评分统计表 在我的动态制定里 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 订阅打开小铃铛 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